每天吃一瓜 封闭姐巴巴巴 月红可算是播出了 但目前流出的宣传规划里 主力是压在了龚俊身上 鉴于这句一开机 雅密和龚俊就因为范围高低 物料篇幅 戏份多少打过擂台 所以线下也开始有瓜众戏成 聚烦脑子有炮 都要播出了 又整在死出 生怕主演的粉丝不思 月红定档仪式已经拿来了几次 一定程度上早就透支了 大众的期待值 所以他想要大爆 宣发这块肯定要下硬功夫 毕竟这个系列拍了三部 头正是牙炮的话 后面连招商都招不到 眼下雅密因为演技而强导 众人推 反观龚俊因为好久没有细播 都是靠综艺曝光 相对讨喜 所以剧方想要龚俊 稀释掉外界对雅密的嘲弄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该说不说 雅密再不行 果这块他应该还是有些基本盘的 剧方做太过的话 指不定会得不偿失 雅密的新剧《生万物》已经开拍 让他仍旧是今天去香港 明天游美国 过一阵还要去嘎那北美 所以风批姐正心 希望他有点危机意识吧 可别一天天的拿着五星级厨师 涨了钱 干着打酱油的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打酱油的活